全国大选在今年内举行几乎是板上钉钉 只是西蒙和伊斯兰党都已经一决 在各自执政的雪兰娥 宾城 森美兰 吉打 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六个州数 都不会在年底和国会同步解散州议会 陆兆福透露西蒙计划和一党商议 你定一个最佳日期让六个州数在明年同步举行州选举 更向选民保证 直到明年的五月之前 都不会贸然发动闪电州选 解散国会呼声吹的正向 希望联盟和伊斯兰党逆风而行 表明万一今年内举行大选 各自旗下执政的三州议会 绝不会跟随国会同步解散 陆兆福重申 新盟理解国州选举分开 可能会影响投票率 但巫统计划解散国会的时机 处于水灾高峰期 因此 雪兰儿 森美兰和槟城三州政府 在今年底会把所有重心都放在防灾和震灾 以及其他重要政务上 第二个考量呢 就是 深州 州议会会在10月17号召开一个特别的会议 来修改我们州的宪法 落实这个反调查法令 所以 我们都认为 州议会起散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一定要修改这个州议法 落实反调查法 陆兆福趁机抨击巫统不间断的炒作大选风声 等同于干预市场正常运作 才是真正造成政治不稳定的罪魁祸首 同时保证 西蒙三州不会在明年五月前 贸然宣布闪电州选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在年底这个期间 一路到荣誉新年或者开采节 都不会有州议会解散的这个情况 所以给到所有的 所有人 政府部门也好 媒体也好 商家也好 政党也好 有一个肯定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检测为什么说 现在不是时候来进行闪电大选 因为必须要给一个肯定 一个 certainty 不需要影响到其他的操作 西蒙和伊党都各自表态 不会在执掌的三个州署和国会同步解散 陆兆福表明 西蒙三州和伊党执中的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 六个州议会的任期都是在明年五月到六月届满 虽说西蒙和伊党互不干预 但这名火箭秘书长相信 还是能够和伊党协商 让六州同步宣布解散和举行周选 与此同时陆兆福也宣布 行动党将在来届全国大选上阵超过50个国会议席 高于上阶大选竞选的47席 当中有部分议席是前盟友土团党留下的国席 针对青年党和社会主义党有意加盟和商议合作 他透露商议进展乐观 并会在近期内宣布讨论结果